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被升到第二级并受到国务卿莱斯女士的公开赞扬 随后发言的国务院监视暨打击人口走私办公室主任马克雷根大使说 台湾在上星期与美国执法单位密切合作下 破获了一个人口走私集团 逮捕了12名嫌犯 该集团被怀疑经由人口走私方式 将女性送到美国和其他国家 从事卖淫等工作 这起案子充分展现了台湾当局被打击人口走私的积极态度 在今天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 现任驻美代表吴钊燮出席观礼 并坐在第一排 普通高潮是布希总统的演讲 结束后布希走下台与人握手寒暄签名 根据画面记录 布希和吴钊燮在同一个镜头里面的时间是47秒 由于摄影机的角度关系 画面中呈现的包括了布希朝吴钊燮的方向点头 布希签名给其他人 布希走动经过吴钊燮身边 以及吴钊燮往布希的方向看 驻美代表处稍后提供给媒体的一张数位照片中 显示不无两人几乎是面对面 布希的右手被某人的右手轻轻握住 能够跟布希握手吴钊燮显得非常开心 可以跟布希总统握过手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外交时常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刚刚跟布希总统见到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是来自台湾的大使 我们台湾非常感谢布希总统的支持 吴钊燮也出示了布希的签名 他和布希的接触 也是台湾和美国断交以来 少数驻美代表和美国总统公开寒暄的镜头 接触